陈永林先生还在这个陈一恒同志 这个兄弟的这个敦促之下 上了一个电视剧 演我的师父 他的哥哥陈林仓 扮演了一个金剧团的团长 我呢是这个团长的夫人 是个戏迷 业余的 唱不好老想唱 就这么感 然后呢就在这戏里头呢 就就来了那么一出霸王别姬 所以由此呢 我也就学会了那两段 还有身段什么的 那天呢就是说 来个卧云吧 我说这个卧云 我跟陈林仓大哥 我问他 我说这个起份怎么起啊 他说就是这么起 棒棒棒棒棒棒棒 扎在那 那天又不是怎么回事 因为师父在我的背身 我不知道啊 我一下就扎在那了 结果呢 现在你要看这个影片里头啊 他给我掐了 没拍着 按道理上 不 他有扎下去的动作 但是他没有停顿 哪管给我一秒钟醒 也行啊 哎呦 哎呦不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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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吵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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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早上起来没把狼再招来啊 这不耍的音啊 这这 这说什么呢 什么什么声音啊 自己耳朵不好说人家 你那一伤还不得把狼招来啊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可告诉你啊 以后 我不在家 你爱怎么扔着怎么扔着 我回家来 你不许唱啊 我就唱怎么啦 我爱你 我就唱 我爱你 就是你吗 有 接下来我哪儿来的这个动力啊 我就扎到那了 闹了半天师傅在背声呢 师傅给了动力 因为我是搞过舞蹈的人 这个动作对我不难 但是对我这个腿来讲难度大了 我还真的是炸下去了